现在大家都说 要把下大雨的雨 要把它存下来 因为这样可以在不够水的时候 这些水能够拿来用 在一个欧洲的一个国家 非常非常压抑 他们也是一个大城市 市政府就说 要鼓励大家用雨水回收 其实推动效率一直都不好 年轻人创意比较好 所以他们就开始鼓励说 那有没有那种年轻的团队 一告诉我你有什么创意 就有个团队 他们愿意试看看 他们只跟政府单位讲说 如果我试出来这个产品 结果是好的 不能说这个就是你的 他们怎么做呢 他们就去参考 以前就是修道院 他们也没自来水 在那边就是百年千年的 他们是怎么过日子 特别里面有一样产物 就是他们做的酒 是欧洲非常非常有名的 后来就越查越多 原来那个酒都是用雨水 他们就把雨水存在某个地方 就把它变成酒 他们觉得这个点子很好 他们就开始说 好这个城市 未来的雨水回收 这些水呢 我就把它变成酒 听起来大家就觉得 这怎么砍 这个雨水那么脏啊 所以他们就开始 年轻人去研究了 所有验酒的标准 那所有人都告诉你 如果你这些 900多个这种测试都过的话 那你可以做酒 因为你水跟其他人都一样干净 通过之后呢 他们真的就做出酒来了 后来他们把这个酒 称为Green Beer 又绿色啤酒 不是酒是绿的啊 是说这是 与自然通过绿色思维的酒 几个月以后呢 就有一家世界知名的啤酒厂 来找他们 那我的牌子上面贴了一个Green Beer 就是说 我这家全世界这么知名的啤酒公司 我不再是用天然的那种泉水啊 我饮用的就是这种雨水 可是这个酒是合乎所有的标准 表示它是绿色思维 满足世界 现在新的这种环保思维啊 他就说 你这罐酒呢 帮我加25分欧元 就这个酒 卖的跟同样的酒 贵0.25欧元 就我酒公司不拿 这0.25元呢 就属于你这年轻人的创意 他这个年轻人 现在变成欧洲啊 很多地方 每一个人大家找就 你们当初怎么想出来 所以那个城市 后来做雨水回家就很多 因为说做的水呢 都做的可以变成酒嘛 酒是他们的一个 非常非常有文化性的产品 好像大家把雨水的问题 传成做酒了 所以大家喝绿色啤酒 比那个喝传统啤酒呢 来更加的有品味 我们看看欧洲年轻人的 公众参与 发挥创意与自然同工 而且呢 他们还向先人学智慧 我们同样在推这种水的事情 这种创意有我们台湾 什么时候可以在我们本土 而成为说 这是代表台湾做水的精神跟智慧 我相信下一代的人呢 会更多人乐于发挥他们的智慧 勇于创新的这种精神 为台湾走出一条全新的道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